虽然这台车它官方定义是一台紧凑线SUV 但我觉得它和中型SUV并没有太大差别了 没错 我说的就是我身边这一台 红旗的HS3 并且我们今天拍摄这一台 还是即将上市的插电混动版本 如果你读书看到一台HS3 你怎么分辨它是一台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呢 你从外观很多细节方面都没法去区分 最重要的就是看它这块绿排了 如果把这块绿排一遮的话 除了车尾的车标 以及边上的出内口之外 其他外观方面的设计 它和目前在售的混动SUV版本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 HS3整体弯弯设计还是挺好看的 虽然它是一名正宗的东北小伙 但是很多细节方面 我觉得还是有南方小伙那种精致感的 包括像在车灯啊 椅子板啊 以及车门的侧下方都有红旗非常标志的 这个旗山的这么一套设计 并且呢整个前脸是用的现在红旗最新的家族化设计 整个隔山做的非常大 我觉得它和它大哥HS5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相似的 并且呢我们这台车应该是一个 插电混动版本的高配车型了 所以像双色的车身啊 以及车顶型立架 这些呢也都没有缺席 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这一台HS3 它整体的车长是超过了4米65 轴距更是达到了2770毫米 这也是开头为什么我说 虽然它定义是一台紧凑系SUV 但实际上它从车身尺寸来看 已经达到中型SUV的标准了 举个例子啊 同样是一系旗下的SUV 比如一系大众的探月 那台车它定义就是一台中型SUV 但它的轴距只有2710多毫米 和这台HS3是没法比的 根据目前网上得知消息呢 插魂版的HS3 它搭载一块18.4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那CLTC功耗下 纯电续航是115公里 这个数据不算特别粗粗啊 但是应对咱们 比如说日常的通勤来说 还是可以有一定的纯电行驶能力的 那么来到车尾这一块呢 HS3同样用上目前红旗家族化的设计啊 贯穿式的大尾灯 包括下方这个数值箱子 这么一套尾灯设计 那整理车尾给我感觉就比较的简约 比较的耐看 同时它下方这个保险杠 也是做了一个排气的隐藏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呢HS3它的后备箱啊 你在车外是没法开启的 如果你要开启的话得跑到前面去 从空间来看呢 HS3后备箱整理空间呢 我觉得中规中矩吧 没有一些特别亮眼表现 但整理空间确实不小 另外呢 就它的后排座也是支持46比例放倒的 放倒之后几乎是一个纯屏的 而在细节方面呢 它后备箱两侧也是设设的一些挂钩 箱门打开之后呢 是它的像储电池啊 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储物空间 整体后备箱这种规整度做的呢 还是可以的 质感呢并不算差 那下面我们到内饰再去体验一下 首先坐进HS3车内呢 就能看到很多红旗车型独有的一些标识 包括像它中间的扶手啊 空调的出风口啊 中控屏上方的音响区 甚至它座椅的背后也有独特的红旗标识 这些给到车主的这种信心的加持 我相信一定非常的多 另外挡霸周边这一块装饰 它也是用的类似于像其余的这么一套设计 所以我觉得内饰整体在这种精致感方面呢 也是合格的 而这台HS3它的座椅是用了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但是它的头整是可以单独调整的 这个在市面上确实是不太多件啊 那整个座椅我觉得无论是包裹性也好 或者说是它软硬程度也好 都是比较的适中的 日常开或者说是开得快一点激烈驾驶时候 都是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的 我们拍摄的今天呢 是不知道这一款插混版本的HS3 它整体配置水平怎么样的 但是呢在这辆高倍摄影上我还是见到了 比如说像540处的透明底盘影像啊 高阶的驾驶辅助系统 前排两个座椅的加热通风 以及前排两个手机无线充电区域 左侧的功率还能达到一个40瓦 并且它下方也有一个透气孔 便利于我们手机充电时候的散热 所以整体在配置水平方面呢 我觉得确实是紧凑及SU里面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 并且这辆HS3的插混版本 它内饰一些细节的储物工具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包括墨镜盒并没有缺失 然后这张板的后方呢 也是有这些卡片的固定槽的 此外呢门板也是上下两层储物空间 驾驶员左侧这里呢 也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所以这些小的细节储物空间 做的还是比较丰富 但是呢说一个小的细节缺点 我觉得它中间这一块 下方是可以做一个掏空的 这样整个在中间区域的储物空间 就会更加丰富一些 或者说把两个杯架 做成一个连体的一个设计 这样除了用来放杯子以外 我还可以用来放一些杂物 那么在空间方面呢 我现在座椅是已经调到了 最低的水平了 好 我正常开车姿势 头部空间一拳多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到后排再看一下 来到后排呢 腿部空间两拳半左右 这个腿部空间绝对是符合 它2770毫米轴距的一个水平的 头部空间的话 我现在坐直有大概三指到四指之间 头部空间 那它的后排座椅靠背呢 是可以有两极进行调节的 我目前是一个比较 竖直的一个状态 我比较这个座椅就比较靠后了 我把它放倒 放倒之后呢 会稍微舒服一点 这时候头部空间有大概 一拳不到一点吧 四指到一拳之类的头部空间 那整体在后排配置方面呢 就是前排座椅的后方 这里是可以用来放手机的 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正常的后排出风口 加上USB充电口的设计了 那么因为燃油版的HS3 是有四驱百米车型的 所以它中间地台 是有些高的 但是我44码的脚 是可以放下的 所以中间如果应急坐个人的话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整体后排表现呢 我觉得空间是OK的 然后整个座椅的乘坐舒适性 也是比较的中规中矩 这个头枕 它两侧这个软垫 坐得非常的软 所以我觉得枕杆上面 还比较的舒服 整体后排舒适度呢 我觉得满足 一家四到五口人的出行 是不在话下的 所以呢就像开头说的 尽管这辆HS3的插电混动版本 它定义是一台 紧凑级的新能源SUV 但是呢 它在产品里方面 我觉得它和中型的新能源SUV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了 至于价格方面 我甚至觉得 它价格都很有可能会接近于中型SUV了 那么马上它就要上市了 会不会在价格方面 给到我们一个惊喜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